该如何面对失去心爱的人的那份悲伤 萨古鲁说 我想要你带着一定的开放性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某人处于悲伤之中 你不会告诉他们真相 你只需要拥抱和安慰他们 你告诉他们美丽的谎言 你不会告诉他们真相 不是吗 当人们处于悲伤中 他们就像一个小孩 他们心灵破碎 变得很敏感脆弱 你只需要轻柔的对待 让他们静一静 或许当他们状态恢复后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真相 但当他们处于悲伤中 试图去告诉他们生命冷酷的真相 是不恰当的 什么是悲伤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当你身边亲近的人离开了 你的悲伤并不是因为一个生命的离开 你在生命中收集了很多东西 一个重要的人突然离开 你的生命就出现了一个空洞 那就是你悲伤的地方 你并不是因为一个生命离开了这个星球而悲伤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但你并不因此而悲伤 你因为某个特定的人而悲伤 因为他的离去 在你生命中留下一个空洞 一个空白 而你无法去填补这个空洞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白这点 悲伤并不是因为某人离去 悲伤是因为某人离开了你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残缺了 人们因财产的损失而伤心 金钱的损失 生命的失去 事实上 很多人因为金钱的损失导致的伤心 比人的失去更加伤心 他们会因为金钱的损失而更加伤心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事实 所以问题并不是你损失了什么 问题是你的生命因为这些损失 而变得多么残缺 那就是你会变得多悲伤 让我们诚实直接地面对这个事实 这个人离开 你的生命变得残缺 因此你悲伤了 我不是试图贬低你的损失或嘲笑之 假设你有一个小孩 在小孩到来之前你过得很好 这个小孩来之后 在很多方面丰富了你的生命 现在假设这个小孩死了 如果一个生命来到你的世界 丰富了你的生命 你肯定是过得更好 但通常你会变得残缺 因为你无法面对这个生命离去时 留下的空洞 我们不是将自己包裹在 我们和那个生命体验过的爱和喜悦中 相反的 我们总是选择将自己变得非常痛苦 我并不是说这是对或错 一个生命离开了 但没必要让另一个生命变得残缺 无论是你自己还是身边的人 如今这个星球比以往都要来得安全的多 如果你看看以往的年代 你的曾祖母有五个孩子 只有两个存活下来 这在那个年代很正常 今天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这一个就会存活下来 无法存活在现在几乎不可能 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正在发生 其他生物也是 如今因为医学的发展和其他各种因素 我们前所未有的得以维持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本不该抱怨 我们不会想着这样的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但如果这样的事在自己生命中发生了 我们必须能够优雅地走过这样的情形 无论生命中发生什么灾难 我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破碎地走出来了 要么从中更坚强地走出来了 这是我们拥有的选择 一段时间前 我遇到一个大约85岁的老太太 她来自犹太人家庭 在1939年二战时期 是一个12岁的女孩 她和她的弟弟以及父母被德国人抓了 父母被带到另一个地方 她也不知道他们被带到哪里 她和八岁大的弟弟被带到一个火车站 他们在那里待了四天 那是一个冬天 天气非常冷 火车来了 他们像一群牛一样被赶上火车 这个八岁小男孩上了火车 但他忘记戴上鞋子 这个姐姐非常生气 并说 你这个傻瓜 你走到哪 我就要照顾你到哪 你难道连自己的鞋子都管不好吗 而这 就是这个姐姐 对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那之后 他们就被带上不同的火车 他再也见不到弟弟 弟弟没有幸存下来 六年之后 在一个集中营里 他存活下来 并移居到美国 他告诉我 当他从集中营 活着出来的那天 面对着生命往后的日子 他在生命中 下定决心 他不再对任何人 说任何 他可能后悔的话 万一 那可能就是 他对这个人说的 最后一句话 这 就是智慧 就是力量 当人们活着时 你做着各种愚蠢的事情 你跟他们吵架 打架 辱骂 很有可能 你明天就不再 看见这些人 虽然 这不是我们希望的 但 无论我们多么年轻 健康 我和你 明天 都有可能死去 生命 就是那样脆弱 当人们 在你身边 你必须 珍惜他们 并每时每刻 给予你 最好的一面 他们离开后 他们就不属于你了 他们在的时候 他们是你的 当他们在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 忽视他们 如果我们因为 他们的离开 而哭泣 那 再怎么哭 也没有用 这 听起来很残酷 但 这 就是真相 这就是 生命 我们不应该 听起来很残酷